好,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这个前SE的野人电脑,打红夫人,红夫人,红夫人打野人不是很好打,野人打红夫人还不错,毕竟单刀型监管嘛,野人还是不错的,有比较大的发挥攻坚。 镜像,一刀,过来打了一刀野人,野人骑上猪了,追第二刀的可能性不高,你就算回身头过去一个镜像把这野人的猪打掉了,然后再追一刀实体刀,我觉得都不赚,甚至我觉得他把这野人都要打死了都不赚,他这把的话只能抓机械师或者抓勘探员的,能看见人吗? 这边排点,耳鸣有了,耳鸣有了,好一个镜像,压过来,看见机械师,这点位平地拿一刀,一刀想镜像打,但这镜像已经出去了,打不到打不到,这镜像打不到的,插个眼,插眼红夫人,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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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追一刀,没有先知的,这一刀如果能打上,下一个镜像能抬走,但是机械师这边的走位, 很骚气啊,操作下我啊,这戒尸真的其实已经很好了,这戒尸知道自己走不了了,对吧,这波绕过来,毕倒,毕倒,戒尸的话没办法,没办法,知道自己反正已经走不了,躲不了这一刀了,先操作一手,好,野人来了,镜头给到野人,看一下,距离上面来看的话, 红夫人这边已经发现了野人,点,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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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摇下来吗,能摇下来吗,没有摇下来,他应该没有点,点了三摇,点了三摇,这一手撞,那应该差了一点点,应该就差了一点点,野人,这边就第一波人,打了一刀,刚才这刀打的是机械师的娃,好像,娃被打掉了, 对于红夫人来讲,这个开局,机械师的娃打掉,然后成功的挂上机械师,输应该是输不了的,除非这个野人,因为这套阵容呢,还不好说,因为这套阵容呢,是一套打架型阵容,野人前锋,都有的,救下来,野人,拉走,这边想追双的啊,没有,看了一眼野人,算了,算了,算了,老老实实,先挂飞一个,机械师这边的话,娃娃可以扛刀,看一下,娃娃,放,漂亮,翻一个窗,nice啊,有一说一机械师确实打得很好了, 但是,技械师想要牵制动一个红夫人嘛,那也是比较难的,好,这边,逃好,这个位置,野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来,镜头给到野人,野人挨了一刀了,拖着拖着,在三摇,技械师,得,但是得撞两次,他得撞两次,这边野人第一波应该是故意,故意不撞,那个撞下来的,这样的话有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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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摇下来了,摇下来以后, 前锋一波撞,前锋不撞吗,猴娃嗓子,大家注意刚刚那个细节啊,这个细节是这样子的,野人其实当时有机会就是撞一下,然后把这个机械师撞下来的,但是他没有撞,而是他等到红夫人确认牵起来以后再顶,为什么呢,因为他撞下来以后,这一刀,如果说挥在野人,野人猪上面,野人就没猪了,如果说挥在机械师上面, 这边街是在倒地,对吧,前锋这边一波漂亮桌,nice,所以野人这波其实很细,很细,野人又来了,他又准备了,那这一波的话,野人应该是直接,哎,这两个流氓,我看不下去了,哇,这, 一个落地刀,这两个流氓,这两个流氓,哇,受不了了, 镜头给了野人,哎,这好难受啊,前锋,拉走,来,这边反正,对吧,这两个流氓,外面穿哪台电机,对吧,看待人先修,看待人先修,这边还有台遗产的,打一刀野人, 我看,再躲,镜像台,过去找前锋的麻烦,转个劲,打一刀前锋,下竹,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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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话,野人靠过来是要跟前锋一起强行救一波吗,垫机剩最后一台了, 然后看探员这边是被通缉的 来补密码机 让看探员一起来打架了 可能要 看探员来了 看探员来了 野人前锋 前锋这边一波加速 过来 找机会 救下来 一刀打 打中的是前锋 好了 问题又来了 这边机械师先拉走 野人待会儿租好了以后 对吧 你这边机械师是不会倒的 你镜像还没有 你走得15秒以后 野人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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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看探员管自己修电机就好了 就看野人了 能不能把这机械师跑下来 首先这个镜像先得交给机械师 交完红夫人可能切个闪现 然后把这人挂飞了 我觉得 受不了了 真受不了了 这谁受得了啊 好 切金身 切金身吗 切金身了 可以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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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飞挂飞 赶紧挂飞 挂飞了以后 镜像往回头 对吧 还能有机会去打一波 切过来找看探员 前锋那边的话 看探员三块磁铁 还能再牵扯前锋交自己 这里的话 最好是外面重启台电机 修两台 修两台是最好的 这个局说实话 作为观众来看是异常的精彩 但是我觉得作为红夫人来讲是真的备受煎熬啊 太苦了 前锋摸了一根针 快来我需要帮助我吸一手 但是如果说这电机 差不多野人在开了 野人在开了 这边应该是镜像切过去 下去来找野人 野人已经取出走了 野人的 电脑的野人 我就不说啥了 外面要修要修 一定要重修一台 或者补状态也行 补状态或者修重修一台都可以 野人前锋 野人这边看探员 强打这台电机不太好呀 强打这台电机 镜像好了 电刀 电机压好了 其实可以吃一刀了 打中 电机点亮 拉开 红夫人这边没有镜像 红夫人这边没有镜像 盘地窖 红夫人是精神 来 镜头给到红夫人 野人先骑猪 抓谁 谁 谁最可恨我抓谁 那肯定是这野人了 把他野人抓了吧 红夫人这边想盘 我觉得反而会给到求生者机会 想盘一个多 想盘一个多 如果那边门开了 野人这边起足就有机会跳地窖的 有足迹 有足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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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向一台 过来转个近 走个人 走应该走不了 好的可以可以可以平局平局 打的是好 这个野人打的确实好 细节很细节了 很多细节都打到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细节 甚至我都没有给大家讲全 因为过程当中太快了 比如说野人跟前空那波配合 对吧 大家眼神之间的交流 很精彩很精彩 还是很期待后面对吧 这个野人发挥的